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司机长 严主任 什么事 我问你啊 看见霍思淼没有 霍思淼啊 他那个 今天好像没来 怎么没来呢 这样 你看见他 让他到院判找我 好 好 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 我本来以为这里会血流成河 所有人站在这儿 都像如临大敌一样 其实到了这儿才发现 这儿这么安静 像是外桃园 看你说的 这儿既不是战场也不是屠宰场 怎么可能血流成河呢 我们这是一份 宁静而专注的工作 我还以为病人躺在这儿 看起来会特别恐怖 然后特别猙獰 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就了那么点儿一小刻 就了那么点儿一小刻 我心里的舒服多了 我想如果我妈是这样躺在这儿 我也能接受 小霍 后背痒痒 好 右边 这儿 右边上边 好 你放心 等你妈做手术的时候 她躺在手术台上 我就像对我妈一样 你敢给你妈做手术 我妈 跑回去了 行了 好了 你这是在干吗呀 给她闹痒痒 哦 是这样的 她在做手术 就不能自己闹 我做手术的时候 别人也跟我闹痒痒 我能看看那个鞋灰镜吗 那可不行 你看这儿画了一个蓝圈了 这就跟那个苏孟空拿金箍棒画 那个圈是一样的 不允许在里边的人 是绝对不能进去的 这样吧 我带你看看那个显示屏 让你不害怕的话 是这样的呀 对对对 真好看 这里边像外太空一样 这个呢 白色的这个水晶是什么 什么东西 刘子 到底是搞艺术啊 这形容起刘子来 都是外太空啊 水晶啊 这么美啊 你们还是打算要做吗 嗯 她妈妈的手术啊 嗯 反正是我做 也不是你做 你别操心了 老板 嫩下了吧 不看了不看了 走走走出去出去 denk 走 走 霍思苗 院办严主任到处找你呢 他肯定要骂你了 早上连着铁青的 来了 喂 主任 是我刚才不是做手术手机关机吗 好嘞 我马上找你去 就你还是谁呀 他是地下工作者 再见啊 我还没穿够呢 你还穿 你带穿我就得脱了 我去手术室被发现了 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啊 麻烦大了 要不是手术室门口你亲我那天我没忍住 要不然我也把你带到手术室的 那你回你妈那儿吧 放心 没事 那好吧 谢谢啊 可以 拜拜 拜拜 母亲 快来救我呗 我啊 我把可能是你未来儿媳妇的人 带进手术室了 我写个话 你这简直就是 无法无贴 竟然私自把人带到手术室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会长制度 还有没有这个枉法 这院是你们家开的 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你还进 老言 我得说你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 还来喝点水消消气 你说这全员啊 哪个房间不开空调 人家都开着 就你 你连个窗户都不开 你消消气 多大个事啊 我不是第一次把人领到手术室 我的天哪 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就这样 怎么现在还这样啊 几年了 十年了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 连跑女孩子都没长进 你十年前就是院班主任 现在你还是院班主任 有进步吧 我 我这是因为 因为这个医院里面像你这样的 混小子太多了 我想走 我走得了吗 老爷 别老拿老眼光看人 你这次真的把我看错了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医院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之紧张 那就是因为病患家属 根本不了解手术的过程 这次我是牺牲了我自己 我亲自做了一个实验 我把我的女朋友带到手术室 我让她亲自看一下 让她看一下她妈妈未来怎么做手术 对吧 结果表明实验结果非常良好 我现在就正式地向院办提出申请 我建议咱们医院 每个星期举办一次 手术观摩 让病患家属亲身地看一看 他们的病患有可能是怎么做手术的 这样又能降低心理压力 又能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怎么认真工作的 好吧 我说不好 你说来说去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该多 要是这个医院里所有的医生 都把女朋友带到手术室去 我们怎么工作 要是所有的医生都像你这样 把你当做示范 我怎么去批评别人 我还要这个规章制度做什么 你是管制度的 我就跟你聊聊制度 我每次出急诊 我到楼下停车 那个门卫 永远跑到我车门口 光要十块钱 你为什么不规范一下门卫制度 我要像他要求那样 我把车停在地库 我再跑上来 我跑到急诊室二十分钟 病人早死了 孙夫人 你怎么来了 老颜 谁来过 你不要转移话题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那是一个主次问题 如果政府不管拆迁 不管钓鱼 整天盯着市民该不该 穿着睡衣上街 那不就是主次不分吧 好 我跟你聊主次 跟我谈钱是吧 跟我谈钱 我看一个急诊两块 一个停车为十块 我看一次急诊赔八块 我照这么混下去 开车的 门卫 开电梯的 挣的都要比大夫多来 对吧 我现在当大夫跟当奶牛差不多 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你就不怕全院大夫挤出个乳腺炎 你看 你说我们俩 谁在批评谁 你在批评我 我才说了你一句 你批批八块像开机关枪一样 说得我体无完肤啊 好 我们这些管理者不行是吗 那这 我这个位子 你来坐 让给你 孙夫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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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不要把眼光总是盯着自己 要有整体观 要有全局观 你记住 这个世界的中心 不是你 大姐 我说老年 这屋子怎么那么热呀 连空调都不开 你真省电哪 大姐 来来来 坐 坐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淼淼可是个工程之后 她的父母为我们的医院 曾经立下过汉马功劳 是是是 你看见医院门口 那挂着她用红字写的牌子了吗 那些红色 都是这些中肝义胆的烈士的鲜血染成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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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其实我们淼淼有什么不对 那你也不应该 好 关子呀 午饭吃了没有 妈 我这一直在上课 哪有时间吃饭呢 姐 这事情很好 犯什么错误 都比不上不吃饭的错误大 你要是闹出个胃病来 你这是气死妈呀 妈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我一会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约会 对 我要跟一个闹矛盾的病患啊 谈一下 那你还在这磨蹭什么 还不快去啊 不合适吧 这个 主任的话没说完呢 没事 你去去 去 没事 这别管那么多了 哪怕是开会啊 赶紧去给我先把饭给吃了 好 不给您添乱 给您这扇子 走了吗 记住啊 一定得先把饭给吃了 好 主任 去 去 去吧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 坐 大姐啊 吃饭来了呀 你以后要到医院来 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派车来接你不就完了吗 对了 我跟你泡杯茶 我这儿有好茶 太平后悔的 不用了不用了 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 那睡不着是不能喝茶 那 多喝点牛奶 大姐 我老婆就要求我每天要喝牛奶 她说这是补钙 撞骨 强生健脾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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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朋友送我的 你要不嫌弃 你拿去喝吧 难怪呀 最近我发现你们夫妻两个 气质就是不一样 原来是喝牛奶喝的 是吧 那我到时候就不客气了啊 大姐 你的身体也挺好的 你刚才进来那几步啊 整个就是箭步如飞 大姐 是不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啊 我今天啊 我还真没批评淼淼 真的 我还没说她呢 她就说了我一大痛啊 说我们这个制度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大姐 你得帮我说话啊 你说 我虽然不是什么烈士的后代 可我为了这个医院 我也奋斗了二三十年啊 我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工程吧 是吧 关键是啊 我也是孙局长手把手交出来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 衡量工程的标准 还是个硬标准 这就跟高考 答现不答现是一个道理啊 你答现了 你就是工程 你没答现你就不是 你就是有再大的贡献 也是应该的嘛 拿这份工资 就得对得起这份钱 对对对 那怎么才算是打现了呢 当然是生死现了 老爷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今天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你就是因公殉职 这因公殉职 那你就是烈士啊 你的后代就应该得到照顾 哪怕是无原则的 你打现了吗 那我还是不打现的好 我这么为虎渺渺啊 不是做给他死去的爸爸看的 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 至少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以后有个什么的话 他们的子女 医院会照顾得很好的 他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了嘛 那我的孩子 还是我自己照顾 也免得给组织上添麻烦 是吧 大姐啊 你的意思呢 我基本上是清楚了 就是要尽力地维护苗苗 哪怕他就是犯了错误 也不能随意地批评是不是 不是说他犯错误不能批评 他有什么不对 你可以告诉我 回家我批评他 人命那边矛盾吧 对 对了 他今天又犯什么错误了 把女朋友偷偷地带到手术室去了 还冒充是上面的领导来制裁 你说这个 女朋友 你这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还带到医院来了 那就说明这个姑娘不是我们医院的 对 不是 起码符合我的四部要求 那你快跟我讲讲 这姑娘是谁啊 长得什么样子 大姐 你看 我是院办的 不是婚戒的 你问的这些我都不清楚 我就知道 老爷啊 不是我又要批评你 你也是为老同志的 这么大的事情在你眼皮底下 你怎么能不问不问呢 问了 我刚才 你应该把他找过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问他 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是说这个 你当然了 好 那 回头我给你问问吧 这就对了 我这不是不能接受 我第一个都不能接 就没了 你呀 你呀 那两千都不到啊 你怎么不能接受 我的你呀 我呀 非常能够理解 你们家属此时此刻的心情啊 你也太年轻 丈夫就没了 家里是不是还有两个孩子呀 孩子都大了 一个八岁一个十个岁 孩子年纪也小 好 我们表示同情 咱们今天坐这儿呢 就是要解决问题查问题的 尽量把这个问题呀 损失呢把它带一下 反正我是不能接受 这不是你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 这是我们手术中无法避免的意外 意外 我就是不能接受你们意外这两个字 所有的病患呀 都是不能接受意外这两个字的 这一点我们医生跟你们病患是一致的 我们也不希望有意外 无论我们怎么避免 意外这两个字啊 这个发生还是有一定概率的 概率呢 你啥叫概率啊 这个手术前给你们商量好的 你们签字我们才做的手术啊 你放屏 别搅别 你们把我们老婆害死了 我们是在看病的 什么意外 我们不是在中死的 我弟弟那么年轻 你像说 那么年轻不到两天啊 你们就给弄死了 怎么叫我弄死的呀 弟弟没有病 来这儿干什么 你怎么这么说的 你怎么怠惯 你冷静好 怎么弄打人哪 你怎么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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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人抢了 你怎么怠惯 你怠惯 快来来来来 就弄下来一下 快来快 你这录下来了 你怎么怠惯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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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就网绵了 喂 把危处吗 你干吗 我给你就把人力 你干吗 你 tells你什么呀 从小的黑盒 谁也不想不开啊 我们也不想不开啊 我上个黑盒 不是 你们放手�만 我上个黑盒 我上到黑盒 我上个黑盒 我上你不了看 我上到黑盒 我上一颗 我上个黑盒 我手机还在里边呢 该怎么办呢 这部分叫脑垂体 这个部分叫脑干 您母亲的刘子就长在 这两个部分中间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 把这刘子从这儿拿掉 郑医生 这太专业了 我们的老百姓哪懂这儿 你就告诉我这个 到底有多的把握 这个妈 怎么说呢 您母亲这个刘子 从骗子上看是良性的 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说后应该恢复得不错 行 那我知道了 诶 正好 通知您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 您和所有相关家属 咱们去趟会议室 我们要进行一次 详细的书前谈话 这太麻烦您了吧 回事 不不不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责任 半个小时以后见 行 好吧 知道了 好 谢谢 主任找的有事 好好好 把我茶杯拿来 坐呢 好 好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我又没惹着你 我的眼神有力量吗 不是力量 是筹码的敌意 这叫震慑力 咱俩又不是阶级仇人 你这么对我干吗 像你啊 永远这么堆着脸 跟别人笑的话 早晚有一天就跪在别人面前哭 跟病患家属谈话 像你这么谈 不过手术成功了 什么事都没有 手术淡分出一点点意外的 你就要上法庭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应该怎么跟人说 也要过五官斩六将 过五官斩六将 过五官斩六将 是我对和病患家属谈话 整个流程的一个概述 经过了这个流程以后 依然决定做手术的病患家属 才是真正有心理承受能力 合格的病患家属 我靠 当个病患家属还在合格 你以为做个手术是小事吗 何况是脑部手术 我让你见识见识 九位出山的二师兄 怎么过五官斩六将 给我拿着被子 行 老师兄 您坐好 您好 您好 坐坐坐坐坐坐 病患家属都到齐了吗 来 到齐到齐 这我父亲 这我妹妹 我是患者的儿子 好嘞 坐坐坐 好 坐 这是咱们这个必要的 数前的一个程序 张翠之明天就要手术了 在手术前呢 我们要进行一次谈话 把这手术过程中 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手术后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有一个详细的认知 一般这种谈话 我们都不让病人在场 以免让病人在手术前 有过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瘤子 咱们这个瘤子叫胶质瘤 也就是俗称的脑癌 现在是世界性的难题 这个病是无法根本治愈的 尤其咱们这个肿瘤 长的位置啊 非常的麻烦 它长在脑部正中间的位置 在这里神经血管非常非常集中 打个比方跟您说 就像一棵大树 它在主干的位置上 周边才是支支叉叉 在这个部位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脑组织结构 比如说颈内动脑 脑子里最粗的血管 视神经管看东西的神经 下丘脑垂体等等等等 这些非常重要的脑组织结构 一旦在手术过程中 产生创伤的话 就会引起手术并发症 术后后遗症 严重的有可能导致死亡 胶脂瘤是恶性肿瘤 有复发的可能 几年内 有可能一两年内 它就又长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觉得 这一刀好像白开了 开完了它又长出来 长出来还得开反反复复 在我们医院有开过五六刀的 最多开过七八刀的都有 所以对于这个肿瘤的复发性 我们家属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在手术过程中 还有很多的难关 我们现在讲第一关叫初学 医生 我们知道你们远山医院 是全国最大的科老子的医院 我们才七里迢迢 来到你们医院看病 我们相信你们 是 我们相信你们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病患 到我们医院来做这种手术 都是因为相信的 但是并不是说 新程手术效果就好 我们现在对病情和手术的整个过程 我们一定要客观对待 我先把这个手术的过程 简单地跟你们介绍一下 先要把头皮打开 把头皮切开 切开以后把骨道取下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见脑膜 脑膜切开以后 我们就能看到大脑 大脑我们要一点点地牵开 一直牵到它正中心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肿瘤了 肿瘤的外面被血管和神经 一层一层地包着 就像蜘蛛网一样 周边还有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在手术过程中 如果这些组织结构被破坏的话 就有可能发生非常严重的状况 比如说植物人 更严重的有可能导致死亡 大多数的手术意外 是由出血造成的 所以出血状况 是非常危险的 手术中出现的状况之一 比如说动脉出血 因为血管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一旦出血的时候 这个血铺一下喷出来 我们在手术中发生的状况 有的时候还会喷到电话板上 还有因为肿瘤导致的出血 和肿瘤自身出血 风险都非常地大 那医生 有没有办法避免呢 不能避免 手术本身就是风险 这一刀开下去 意味着一路地破坏 任何一个正常人 都不可能平白无故地 在脑袋上动刀 对吧 一定是病造的风险 大过了手术风险 我们才做这个手术 但是我们对手术风险 一定要有准确和客观的认识 脑水肿也是手术中 常常出现的状况之一 第三关是癫痫 癫痫就是我们俗称的洋电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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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 血肿 水肿 甚至于炎症 都有可能 诱发癫痫病的发作 我刚才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手术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们回去要详细地看一下 这份知情同意书 手术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我们整个家庭 对手术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我们才好做这个手术 好吧 那我们回去看看 再想一想 你们那个再回去看看啊 来 回去看一下 好 再想想啊 走吧 二师兄 佩不佩服 不过这个也有点太狠了吧 也 态度决定结果 你要记住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我们都要记住 空即色即色即空 你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在心理素质上 才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 把东西都收起来 好 空即色 色即空 空即色即 色即空 色即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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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那本戏真的假的呀 好 下次叫我过去吧 真的不用给我钱 我演医生 很尴尬 回来了 你说什么呢 问我拍戏的事呢 别理他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去看了你演我妈 但我心里特不放心你 我就过来看看 你没事吧 下午的事啊 没事 这种事我常干 真的吗 老伙儿 害我白白担心一个下午 我就害怕万一你为了这个事受到处罚 那我心里得受到多大的谴责 我很有可能因为这事受到一个严重的处罚 这医生以后就做不了了 那你怎么办 以身相许 以范相许行吗 就等这句的 晚上吧 太过菜 好吧 好 那 你在你妈那儿等 好 想下来不跟她说话 好 那晚上见 早点来啊 拜拜 好 天随人愿 及时结束战斗 我可以去赴VIP的饭局了 是啊 难得能够准点下班 可以到医院去看南南了 最近不好就住院了 来 带你VIP去哪儿吃饭呢 这宁路的泰国餐 吃饭哪儿啊 挺贵的 好马配好安 好女配折三 要是请美养护的话 请小龙虾就行了 所以也太损了 对自己的同志 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因为自己同志熟啊 老大 霍老师 今天那边来电大型车户 重的拉来了 青岩还没拉过来 让咱们赶紧过去 你去看南南吧 我去 走 走 坐 走 走 走 amam 这快怎么没揭呢 清晶 真的很快 温谷 又来急诊了 大型车祸 我看回不去了 好吧 你走 老大 骗子 骗子出来了 喂 听见说话吗 叫什么名字 投入CT 有磨坏血统 马上手术 好吧 我让咱们准备手术试吧 我让咱们准备手术试吧 我让咱们自行 你们的手术试吧 我让咱们去 你 cambi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服务员 服务员 麻烦你帮我把这两盘菜再热一下 好的 谢谢 我这星期都爽约三次了 幸亏小蕾是咱们这儿的护士 我就算不去她也知道我在哪儿 她顶多就是父亲的小店逛一逛 等等我 实在要是等不到的话 实在要是等不到的话 那我就主动要求加班陪你 我们在手术试谈恋爱好了 你今天那么幸福怎么不回去啊 赶紧回家休息吧 我刚才看见旧屋车屋啊屋啊的 往这边开 我就知道出事了 你做这个手术 还不知道做到几点呢 没准得到半夜了 那我还不如过来帮你的忙呢 你这哪儿是帮忙啊 你分明是扰乱军心啊 嗯 我们这儿人手够啊 不需要你加工济丝 再把灯调一下 拉低一点 哦 好 双击加强 嗯 嗯 怎么样 我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吧 天啊 这个人还有救吗 有救 没救我们这么抓的吗 嗯 辅助 辅助 我怀疑今天晚上根本没辅助 所有辅助都上台了 来啦 你还别说 嗯 要不人怎么说 这个这个这个 啊 打仗亲夫妻 上针父子兵呢 你这女朋友 还真有点用 还真有点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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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不是故意迟早饭啊 我下班之前把书包都准备好了 结果一出手术室就出现一个大车祸 能动画的大夫全去了 反正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跟我约会 总挑这种地方了 气象餐厅就像酒吧呗 多玩多有饭吃 不过你没来 我也习惯了 我就自己看看杂志 也不着急 但是你是不是对这种生活 已经非常非常地有经验了呢 嗯 这都是我前女友反馈给我的信息 所以至今我仍沿用这个餐厅 要是别人在我面前说前女友 我肯定会觉得她们吹牛 但是你我好像不会 没有夸我自己的意思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挺失败的 你想想都这个岁数了还没结婚 对吧 一定恋爱不顺 那你跟女孩如果约会总时到 少得半个钟头 长得一一无期 打电话打电话没人接 发短信也没人回 谁也不可能跟你约会超过三次吧 咱俩今天约会第三次 有些困惑 有些困惑 任性在新的角落 隐藏自我 你喜欢独自成熟 因为冷漏 爱在半空中坠落 拒绝感动 一股心当洒脱 你笑了我快乐 你沉默我失落 还有什么顾虑 挣脱不开的星锁 失去爱的世界 病得那么赤裸裸 我想给你我所有的颜色 照亮整片天空 照亮整片天空 我们敞开星空 只要你的牵手 我会和你一起走 失去爱的世界 平得那么赤裸裸 在你眼中 我看不到保留 从此学会感动 为你敞开心口 只想你的牵手 我会陪着你一起一起走 从此学会感动 为你敞开心口 只想你的牵手 我会陪着你一起一起走